新版APP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高焊瑜 杜磊是一个有点斯文 但不是特别败类的一个霸总霸 其实他不算是青春吧 应该算是职场类的 其实之前也有饰演过职场类的角色 但可能设计的专业度没有那么高 然后这次蜜糖的话 其实相对来说 我感觉杜磊应该更接近职场里面的那些人 好玩的是 是这样的 其实原本设定的杜磊 他是没有戴眼镜的 但是那天拍定妆的时候 所有人感觉好像差点意思 差点什么东西 然后突然有一个姐姐就说 要不戴副眼镜试试看 然后眼镜一戴的时候 好像完全不一样了 好像整个气场都变得非常的犀利 然后在拍摄的时候 因为要区分以往的戏 因为以往有些戏 我基本上全程都戴眼镜 所以我有的时候会不戴 然后但是一不戴 把这个气场直接掉下来了 就完全跟戴眼镜完全两个人 特别是跟男主有对手戏的时候 我戴眼镜的时候是一个人 然后不戴眼镜的时候 完全又是另一个人 然后当时他们就各种调感说 这个杜老师要跟男主有对手戏了 快把眼镜戴上 别人是眼镜遮住了 影响了颜值 我是对眼镜反而是提升了 也不能说提升颜值 不算提升气场 管出嘴啊 减脂秘诀 最有效的减脂秘诀就是管出嘴嘛 卖开腿 那就运动 然后就跑步嘛 最好的减脂方法就是 早上起来空腹有氧 那样对减脂的效果是最好的 因为它上来就直接消耗你的脂肪 所以效果是最好的 其实我那段时间也隔离 然后隔离的话 我在酒店就会做一些 就是燃脂操之类的动作吧 然后其他动作很多 包括卷斧 然后俯卧撑 然后波比跳 然后还有深蹲 弓箭步 其实这些都是可以起到 燃脂的效果的 但是你每个动作 基本上要做到20个左右 而且每一个动作间歇 不能超过10秒 然后每一组大概5到6个动作 然后大概做4组 其实这样的话 也是可以起到 燃脂塑形的一个效果 好多 他们一直在为我做 印象深刻的有肯定是有 但是我觉得他们做的事情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他们会一如既往的给我信心 给我动力 因为有的时候 因为有的时候 你要做艺人这个行业是需要熬的 然后有的时候熬着熬着就会觉得 什么时候拾个头 但每次一打个微博发现 他们在下面夸你 他们在下面鼓励你 这个时候就会让你的信心一直延续下去 然后让你一直会有动力 做好眼前该做的每一件事情 对 其实精神上的 精神上的这个很重要 都是老三样 你们要搞点新华 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慢慢来 后面还有很多好作品在等着你们 所以先不要换台 别着急换台 对 会有的会 对 是 就这样了 没有 没有 说白了就是吃瓜的时候 想吃瓜的时候怎么办是吧 我想吃了 想吃了 但不敢吃了 万一怕点错赞什么的 算了 我一般就是点开热搜看一眼 但是我也不会点进去 因为手机太灵敏了 人家害怕 万一乱点赞 这引起误会也不太好 我嫌麻烦 无业游鸣 对 因为我除了这行 好像其他啥也不会 不行 就再练壮一点 然后进去教练 其实上半年的话 我觉得很庆幸的是 就是能够把白蜜顺顺利利地拍完 然后我觉得下半年的话 现在因为行业也是属于一个 冰点期 那尽可能地去 接一些适合自己的 然后相对来说会好一点的角色 走一步看一步吧 继续努力嘛 坚持到底嘛 就是胜利嘛 我直接认输可以吗 等一下 DBQ是什么呀 DBQ 你怎么 你好 哦 哎呀 我是个脑子 肯定是没睡好 你是弟弟 你是弟弟 NSDD不是你是弟 等 NSDD 那是弟弟 你是爸爸 是吧 有點難 來來來 S S 什麼媽呀 等一下 什麼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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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It's me N B C 你霸指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我還不是罵人 不是罵人 是什麼 這我反正是肯定是猜不出來的 1 2 3 4 5 好 快買一塊地 什麼地呢 你的死心大地 然後還有什麼 你臉上有點東西 有點漂亮 謝謝 爸爸 兒子 哥哥 目前最想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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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 所有沒嘗試過的 變態殺手 變態殺手 我其實看一眼我就知道 現在我突然我想想 高漢宇粉絲會不會 高漢宇一生之愛 哈哈哈哈 手機鎖屏一下 就很隨便的一張 不是這一張嗎 不是 多大了還自己照片 哪說啥 就是一個景觀 他有18公公的 太難了18公公的 咋拍 眼鏡拍一張 鼻孔拍一張 然後每顆牙拍一張 這個可以 這個可以 好好好 好 分享一下你最愛的 最近有一個是這個 就吃瓜的有一個 對對對 新辦APP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高漢宇 來新辦APP分享追星去世 新辦APP粉絲自己的地牌